港府上週三宣布最新防策 放荒首治人士按揭乘數 讓800萬元或以下物業 最高可獲九成按揭 或由托市之嫌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表示 目前市場上400萬元以下的住宅數目 已經非常少 按揭政策一早過市 需要調整 但過去數年 樓市暢旺 推出只會再推高樓市 以致政府不能推出 而現時樓市差 政府財政機將過時政策更新 施永青族指 樓案調整只會影響賞車盤 並非所有物業有影響 所以有小部分業主會反價 整體樓價不會立即反彈 基本上對樓價影響不大 港大經濟及公共工商管理學院 助理港師 阮詠嫻表示 受益 按揭承數調整的人數很少 平均月收也要近7萬元 對整體樓市的影響不大 指示政府在無計可施的環境下作出的調整 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 吳永迅認為 仿寬案揭承數 對部分高收入人士確有幫助 若樓價合理 有異置業的年輕人可靠負幹負首期 再靠自己供樓 但目前大部分年輕人的問題是買不起樓 對於土地收回條例 施詠稱表示 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或有私人產權的人 均要反對土地收回條例 因爲條例是侵犯私有產權 若要使用純述收回條例 政府必須是出於重大的公眾利益 而且是迫不得已 在其他政策不能收回時 才可以動用